歡迎回到前版本 我是鄧凱銘 剛剛說到了 跌升是不是現在 最大的利多條件 既然以後可能還有風險 但是現在先解除了 聯準會升息的一個風險壓力 短線上這幾天台股好多個股 都在走跌升反彈之路 尤其很多電子股的部分 慢慢資金有在回升 今天看到盤中有大概是五成左右的資金 都在電子身上 而且有看到跌升反彈股越來越多 這些都是所謂的KD低檔 剛剛黃金交叉的個股 代表說他已經直穩了幾天 看到包括有像創意 還有包括南電 另外前兩天還跌到低點的環球金 今天還反彈大漲 個股還包括了像是傳染股的榮運 東檢修正過一波 但是電子股比較多 像新唐 像面板股友達 景碩 龍頭股的日月光 這些個股都是KD低檔 剛剛又黃金交叉的 但更大龍頭還有聯發科 之前幾天還怕他跌破800塊 終於做直穩支撐連續幾天 回到了840億元 今天KD也有低檔向上抬頭了 再來加世達 金國光 智上面板股的友達跟群創 都是榜上有名的 電子股居多 還包括有漢雷 還包括有鴻海 也都是KD低檔黃金交叉股 待會我們就好好的講 這些跌升股的反彈 透露出了光亮了嗎 跌升是不是最好的利多 最近要不要給他強強短 但是在今天現場 我先請明澤上來 我們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在這一波段行情的修正當中 其實今年大家都認為 不管是升息縮表 可能對於科技股去年的大好 可能都會受到衝擊跟影響 最明顯的是消費力道的減弱 是不是有停滯性的通膨 對於這些奢侈品 我就慢慢的先暫時不花費 甚至不換機有可能 所以這個機今年最慘 手機 是不是手機今年最慘 從最慘的谷底 有爬出來的機會嗎 我們要先看看現在的市況如何 對 原本大家其實應該會覺得說 其實那個PCNB會最慘 因為那個畢竟買一台 可以用很多年 那手機有時候 大家這個一年半年就換一次 但這一次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手機市場 真的那個下售幅度力道非常大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個 這個是外資的一個研料機構 他IDC 他所談到的一個重點是在於 全球第一季的手機出貨 3.14億支 是連續三個季度呈現下滑的一個表現 如果說你是單一個季度呈現下滑 那可能是因為季節性的因素 他三個季度都呈現下滑 那其中如果說我們以這個市場的一個角度來看 中歐跟東歐下降百分之二十是下降最大的一個市場 為什麼 對 凱明你應該知道 打仗嗎 對 魁國大哥最愛講 那個戰爭不知道打到什麼 所以真的有影響 沒有錯 你那個烏克蘭在打仗 他怎麼可能還去買手機 所以這個部分他下降百分之二十是 目前全球地區別來講下降幅度最大的 但是因為他的市場只佔全球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 因此這個不是影響最大的 影響最大的是來自於中國跟亞太市場 如果說以這個中國跟亞太市場 佔全球手機的比例來看的話 大概是全球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但在整個第一季 他們衰退了百分之十二 超過一成多 而且他的市場佔有率非常高 就是五成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 當然你那個市場份額比較大的 你衰退他這裡整個手機市場就會造成影響 但為什麼這一次的那個中國市場 會衰退幅度這麼大 最主要其實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剛剛凱民所談到的 通貨膨脹他會抑制消費 就是現在大家都可能中國 都還在搶那個食物 都沒有時間 要把自己家裡的冰箱塞滿 然後反而冰箱賣得特別好 因為都要去用錢去買冰箱冷凍庫了 不買手機 也不能上街去購物 沒有辦法去通訊行買手機 然後另外就是運輸的成本 去做一個大幅度增加 因為現在中國的那個要出城入城 其實也不是那麼方便 那再加上說 其實有一些廠商他會擔心就是說 那萬一到時候又那個只能夠還內生產 然後又被封鎖 不能夠不能夠去所謂的叫訂單 叫料進來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們會去做一些提前備貨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其實也造成現階段 中國的手機相關的廠商 他的庫存是大幅度增加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你從當然大家會想說 這個可能會不會是全球所有的手機廠都會遇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但實際上不是 因為我特別稍微看了一下 如果說以現階段這個全球手機市占率的排名來看 第一名三星他在整個第一季 他的這個年減的幅度大概是1.2% 那蘋果對蘋果的表現 甚至他能夠呈現2%以上的一個成長 他還成長 沒有錯 所以第一名第二名之類的 其實掉的幅度不大 對沒有錯 但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那個幅度就非常大 包括了第三名的小米 第四名的OPPO跟第五名的Vivo 這個都是中國的這個手機廠商 他出貨從17.8%是小米 然後OPPO減26.8% 然後Vivo的部分則減到27.7% 所以就可以知道說他們整體的這個下修的力道 的確是非常強勁 因此這個當然這個股價之前已經有先前往下做修正 那後續有沒有機會去看到這個所謂谷底的機會 那我覺得大概兩個重點可能是要觀察的 第一個當然是疫情解封的狀況 因為這個禮拜其實已經有傳出昆山 可以開始慢慢去做復工 上來也是啦 對所以這個當然大家恢復正常生活 事實上對庫存的去化或手機的那個需求 可能就稍微比較高 就開始恢復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大家可能要關注就是 這些手機廠商他要如何去提高 對於5G的這種高毛利的一個應用 如果可以的話 對於這些工業人來講 他才會有脫離谷底的機會 好我們都知道中國就是很多手機 幾乎都已經到5G的這個產品跟規格了 但是卻碰到這個疫情上 他們的一個特殊風控的方式 導致了需求就是衰退 對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大家沒辦法出門買 連出門逛街都沒有 一出門第一件事是衝超市 要去搬那個食物啊 買吃的都來不及了 怎麼去換手機呢 手機如果沒壞就繼續用 所以衝擊影響比較大 但是三星跟蘋果在全世界的銷售狀況當中 還比較沒有受到影響 沒有錯 沒有那麼多 但是現在怕的是在對於大陸品牌的部分 我們臺灣廠商來講主要做的聯發科 難怪他可以跌到八百塊 差一點跌破八百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過去這一段時間 當作聯發科的股價表現這麼弱 不過我想隨著股價來到這個位階之後 事實上過去這五天 他也沒有再創波段新低 因此我覺得大家倒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會不會就是剛剛凱銘所談到的跌升 他反而會是一個最大的利多 現在看到他從一千二掉到七百九十七 但是這個禮拜出現五天不破低 從上禮拜的低點看起來 至少五天來說應該沒有再破低 就是八百都有手 這就是一個低止跌訊號 尤其他又是高價股 這樣的高價股 如果要止跌要有大戶買 一般的投資朋友也不見得一次 可以買這七八百塊的個股 今天看起來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大戶回來了 不然大股東回來了 基本上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說如果你就量能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時候應該這樣講 就是那個賣壓至少沒有來這麼重 但是後續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 就是說大股東要回來的一個訊號 當然你必須要有增量的一個上攻 它會比較明確 所以大家就稍微觀察一下 如果能夠增量往上突破月線的話 我覺得會是一個真的低檔 開始跌升反彈的訊號 基本上這個IC設計它的最大優勢 就是第一個它的籌碼相對來講都比較輕 那第二個則是來自於它的毛利率比較高 所以有時候市場在那個 當然本益比做修正的時候 大家都一樣 但是跌升反彈的時候 他們會最有期待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就是說 現階段大概有幾檔指標性的個股 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包括了像是IC設計的股 當然像是3443的一個創意 它最主要是以這個IP矽智財為主 那如果說能夠守住 今天的多方缺口的話 我覺得股價是續強的 另外包括像是4952的零通 它最主要產品是NCU 那守月線七十二不破 有利於股價再攻 第三個是金豪科 這個股價也跌得非常深 它是立基型的記憶體IC設計 那事實上它在整體第一季的獲利 其實表現都還不錯 那如果能夠帶量突破月線的話 股價就有轉強的條件 今天這三檔個股 我們來看 剛好都在最近幾天跌身反彈的行列中 你看創意四根連紅 這就是連準會開會前 就先動先起來的 如果前幾天沒有卡到上個禮拜低點 好可惜啊 所以股價你看 就是IC設計股的魅力 就是有時候它要嘛就不漲 一漲的時候你看 從364到現在已經快接近500 已經拉了150塊錢的空間 而且短短四天之內 那這樣的個股怎麼追呢 基本上我們剛剛談到就是說 因為它在這一波的股價走勢裡面 今天是大量而且有帶缺口 所以我們就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缺口只要有手的話 其實都還是屬於續牆的格局 好有手缺口 今天這缺口不能破 沒錯 不能修正 因為今天是量很大 但早上看起來分時圖來看 它其實蠻強勁的 今天一開盤 還一度漲停板 很少看到創意可以漲停板 已經很久沒見了 好除了創意 它還有KD低檔 剛剛黃金交叉的這種表現 這兩天日K連紅 KD低檔黃金交叉 有這種條件 其他個股有嗎 如果就這個低檔的話 絕對低檔應該是306金豪科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金豪科在這一波股價 你看它也從182跌到114 所以你看過去這五天的時間 它也沒有再去做破底的走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就觀察一下 現在月線是呈現下彎 後續隨著扣底下來之後 如果能夠突破月線 這就是一個轉強的訊號 好KD一樣 可以看到剛剛從20向上抬頭而已 還不到50 而且還沒有特別明顯的發動 還沒有明顯的發動 好再來呢 除了IC設計股之外 還有一些其實題材上更熱一點的 車用電子 車用電子 當然今天盤面是注意的焦點 那我們就稍微談一個低檔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市場 電量比較大的 那首先這個台辦 他最主要做的是二級體 當然這個是今天非常大量的股票 那雖然說是開高走低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講 他的季線只要沒有跌破 狀況之下 後續整理之後 其實都有在發動公司 看看台辦的股價 說開高走低難免覺得 有一點瑕疵 你看今天剛剛好 剛好突破景線 所以是他今天開高走低的原罪問題嗎 景線的減號賣壓嗎 因為前波高點 然後這裡有套賣壓 其實我覺得衝高多少少 會有一些解套賣壓存在 不過你看到這一波 因為他股價先發動 所以在經過整體的過程當中 其實季線是有去做防守的 因此後續大家 可能讓他稍微做點整理 那季線後續 只要沒有跌破的話 我覺得都還是多頭的歌曲 所以越接近季線越好嗎 是這樣講 最近幾天 對他會再拉回一下嗎 今天量還蠻大的 基本上明天可能會稍微有一點回測 因為今天收最低 但是整體來講的話 因為這一根紅K 它是表態紅K棒 所以只要不是爆量的黑K去吃的話 其實我覺得回測空間應該是有限 好 這是車店當中的台版 最近整流二集體還蠻強勢的 另外呢 明基材好久沒講了 明基材 它其實當然最主要是偏光板 但是後來他們有做了一個新的產品 叫做電池的隔離模 那這檔個股 我是覺得說 低檔的景線如果有手的話 就有沈見續談的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技術面 因為事實上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它就是景線的位置 大概是落在這樣的一個區間 那今天等於是突破的 往上突破的第二根紅K棒 所以我們要稍微觀察一下 後續只要這個景線是有手的 那基本上都還是有持續反彈機會 好這次我們可以看到 一樣KD低檔剛剛黃金交叉 而且就屬於低位接整理 沒有破前低 至少前低的部分有手 有這幾天支撐這一跳高就來一點帶量 今天衝高表現 好看看這些個股 今天還站回到了季線月線 要站回季線月線 要三天至少不破低 要KD低檔黃金交叉 整個條件混合 最好加上法人有買的話更好 看看KD低檔黃金交叉股 在個股的部分來看 除了剛剛提到的創意 台辦 還有包括明基財 這些個股有這種條件之外 我們看到了這些貴一點的 甚至是權重高一點的 南電環球金 特別講南電好了 前幾天什麼星星景碩都拉起來了 南電卻還一直貼平躺地 今天終於有一點點KD低檔黃金交叉機會 這有可以埋伏的機會條件嗎 我覺得基本上可以先埋伏一下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其實離前低沒有很遠 所以你的風險其實並不是特別大 那這個時候其實發動的關鍵我覺得在於營收公佈的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因為昆山封城的關係 所以四月份的營收會受一點影響 但是如果公佈出來 比如說我們剛剛也看到一個環球金 它也是利空不跌的狀況之下 那個時候可能就會是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攻擊訊號 好 就是公佈這個業績報告的時候 四月份營收的時候 這幾天就要公佈了 好 謝謝明哲 請回座 剛剛講了這些有沒有清楚呢 是不是跌升就是最好的利基點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 不管如何先搶個反彈 有沒有至少來一點空間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跌升反彈股 KD低檔黃金交叉股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些個股的部分 是不是你心目中心有所屬 已經跌得夠深的反彈機會股 待會回到現場要告訴大家 說那美國股市的部分 這幾天的反彈 是不是也有跌升反彈機會呢 尤其是美股動不動看到 什麼廢半指數大跌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今天終於稍見直穩反彈 在聯準會的報告之後 大家好像鬆了一口氣 但是跌升反彈的空間 有多少呢 有人說可以利用恐慌指數 要來投資美股是有機會的 為什麼要用恐慌指數當指標呢 待會教你馬上回來